讲真的会不会是我 被闺蜜心敲了 敷衍了太多 我怎么不难过 要你亲口无说 别只剩沉默 或许你早就回答了我 今天要感谢今天的这些 彩评团的老师 其实我来之前特别地忐忑 因为可能观众会有认识我 但是对面的那些老师 都是我非常尊重的人 我怕他们不认识我 然后就很感谢老师的指点 来这样的节目 我每一次都很珍惜 然后今天老师又提到说 问我是不是这个选秀歌手出道 其实我觉得吧 有很多人都有标签 比如说选秀歌手 晚会歌手 网络歌手 现在我是这种直播歌手 网红歌手 其实我觉得 其实希望大家都宽容一点 不要给这些歌手 前面加上什么标签 其实我觉得好的歌 好的音乐 唱得好的人 都是值得被尊重的歌手 就可能算是您说的这个好像红了啊 其实也没多红啊 没懂 就是可能心态上 心态上其实没有什么太多变化 心态上可能对自己 可能就是压力更大了 怕失去可能失去一些东西 我要怎么说我不爱你 我要怎么做才能死心 痛苦不断不断的敲提 还有什么流行的余地 就是希望能够把歌唱好 然后唱给更多的人听吧 我其实没有想过做什么造型 但是这个汽车人的造型 我非常非常喜欢 而且我看好多老师 他们都很羡慕我 我因为我从小就喜欢这种动画片啊什么的 我也想拥有一个自己的汽车人 今天我能不能变成汽车人 手臂拯救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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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上台的那个动作 上台哪个动作 上台哪个动作 这个这个 对 哈哈哈 啊 这世界很酷